九十七 中國新聞社 中國工業經濟下半年有望好於上半年 2015年7月22日《財經頻道中新社》北京7月22日電 記者劉玉英 今年上半年,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緊增長6.3% 中國工業和信息發布運行監測協調局副局長 黃利斌22日在北京表示,工業經濟運行積極的因素增多 預計下半年工業經濟營製好於上半年 工業和信息發布2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發布會 工信部新聞發言人張峰介紹 二季度以來,隨著國家前期出台的穩增長政策效應顯然 部分工業經濟運行指標出現好轉、趨穩積象增多 結構調整穩步推進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 上半年,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.3% 增速同比回落2.5個百分點 其中,6月份同比增長6.8% 增速連續3個月回升 除此之外,4、5兩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實現利潤增幅由負轉證 分別達到增長2.6%或0.6%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連續4個月保持在榮夫線以上 全國工業用電量增速繼續提升 多個經濟指標出現積極因素 判斷下半年形勢 黃麗斌表示儘管上半年工業增速下降 但應看度穩中有進的有利條件 上半年江蘇、山東、廣東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分別增長8.3%、7.4%和7.4% 黃麗斌表示 這幾年專營組調整快的省份在整體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 下行壓力要稍微少一些 官方減負措施的效應也在逐步釋放 今年前五個月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財務費用同比下降1.6% 利息支出同比增幅回落到2.5% 去年同期這兩個數字分別為增長17.4%和10.5% 新興產業增長明顯快於傳統產業 據介紹 今年上半年 軟件及信息服務業收入增長17.1% 電子製造業收入增長10.8% 新能源汽車、工業機器人、高端服務器等產量成倍增長 黃麗斌表示 下半年工業經濟形勢有望好於上半年 其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 一時有效需求不足 二時煤炭、鋼鐵、水泥、平板玻璃等產能嚴重過程的行業比較困難 產量下降、效益下滑 三時一些資源形和結構編重的區域經濟運行比較困難 如同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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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